Priple Insight 6公升的包包 大家好,我是來南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這個Priple Insight 6公升的包包 這個包包我用了三年,非常好用 可以看它6公升,它可以裝非常多東西 你看,這個是我的ACC相機 然後它其實大小跟ACC20一樣的,其實它能放下ACC,其實能放下ACC2 那是我2470的MN-08,就是巨大RX那一個鏡頭 再來呢,這個是騰龍C11,抱歉,太想買C11-80 這個是54版,這兩顆都可以放過這個6公升的包包 它真的非常能包,所以我用了三年,我都覺得我跟它愛不釋手 它是也說每次出國,或者是我去探店,或者去拍任何地方,我都會帶包包 那我先讓它顯示一下,展示一下它的包包工的好不好 那它這個包包,我當然會選出綠色的 然後它這個厚度其實是蠻厚的喔 而且它的質感還蠻好的,外面是防水材質 摸起來很舒服 大家看起來可能有點舊啦,因為我也用了很久,我也用了三年嘛 對,然後這邊打開啊 它裡面內部的空間,對 它裡面的空間長這樣子了 內部空間長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有這個隔層,它有兩個隔層 我已經拆下來一個,它隔層就長這個樣子了 它可以自由調節它的寬度,它的位置 然後它的設計很好 它有設計,它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它這樣子上機啊,它上面,就是它可以隔絕空間 它可以放兩個小鏡頭 那個設計的當初非常好 三年前的時候是非常厲害 當然,現在有很多包包也有類似相同的功能 不過,先買先享受嘛 然後呢,除了這個之外啊 它裡面也有隔層喔 它這邊的隔層,你有沒有看到我放的一些衛生紙啊 這些東西 其實它真的是很方便 這個隔層我覺得設計也很好 這邊有一個小袋袋 它這邊可以讓你放什麼 可以讓你放那個記憶卡啊 電池啊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繩索 我發現用很久了 我都沒有用過 它是可以掛東西的喔 它也是很好用的 還有呢 就是前面 這邊也有一個小小的東西 它可以掛東西 像我之前都會放口罩 都繼續放在這邊 就是去醫院啊 為什麼時候不時之需 好 那我現在要展示 如何把這個放進去 是真的可以的喔 你看 我先放 70 2470 還可以A77 放進去 誒 它的位置是剛剛好的對不對 沒問題 對啊 而且也沒有突出 來 再來呢 7180 啊 我又想7180 到底有多看7180 對 這個5400 對 我把它放進去 好 整個放進去了 來 把它關起來 誒 這可以關起來了 誒 誒 可能有點怕 誒 來 整個放進去 是不是很方便 那這個 所以為什麼這個包包 我會覺得 愛不適守於 它可以放下這樣的鏡頭 我覺得是 已經很無敵的設計本身 那現在還是有比較更硬態設計 那 那應當別論 就是我現在用到現在 沒有成不得換它 最主要目的 當然你其實 當然你那個2470這樣放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 5400加相機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對 可能就是 它這兩個相機的方便 非常方便 再來 就是像我們軍艦鋪的 像你是用AC4 或者是ACS3 或者是ACR5這種相機 那是我們軍艦鋪的 因為我們這些 我只有這 我舊款的AC2 我們來試試看 它能不能 放進去這個相機包裡面 來 就是一樣 是我的AC2 配我的 2470 F1.8 放進去 來 然後 54版 來 放進去 OK喔 欸 我跟你講喔 我剛忘記 它這樣放會比較好放一點 這樣子喔 它拉那個相機來拉一點點 但是沒辦法 它就是正 這是54版 我現在把它放進這個包包裡面 放進去囉 來拉拉看 喔 沒問題喔 OK 可以喔 OK 所以你看喔 我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這個包包 就是因為它真的很能裝 對 6公升來講 而且它洗其實也很好看 而且啊 它這個調整啊 它這個繩 它掛帶調整其實還蠻長的 然後 它這個背負的感覺 其實我是覺得普通啦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缺點 我有點太能忍受 就是它這個 它這個算能快速的 調你的那個什麼 調你的長短 一扣就好了 但是 但是一下就會 但是很容易就被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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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拉長這樣子 對 就是我用 這三年來 我唯一覺得缺點而已 當然它也比較貴啦 這應該也是 這應該是我的缺點 都是它的啦 呵呵呵 所以啊 如果你今天想要一個好看 然後外面有防護功能的這種 它是有點泡棉 那種相機包的話 如果預算足夠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包包 就算過了三年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好用 對 這個也是我繼續使用它的原因 那如果你今天說 啊 我預算可能不夠啊 什麼什麼的 那現在也是有很多另外的廠商 類似的六公升包包 大家也可以在哪兒看 對 這個是我 那個design 買了非常多的 這個東西 我買了它的 45公升的包包 它的6公升包包 還有那個相機調劃 還有它的背帶 還有它的整理包 就是對不對 這件我都有買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就是大家想要看什麼的 評測影片 就可以跟我說 好 那今天影片大概就這樣子了 那就先這樣子喔 那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讚跳躍 再安安 謝謝掰掰